什么叫找到一份适合自己性格的工作呢 而不是适合自己特长或者专业的工作 我觉得管理培训生吧 就是之前定位是管理培训生 那这管理培训生也有方向啊 你这个学的会计专业还要不要了 要啊 就是还是跟本专业有关的 可以有关系 然后我之前做过那些实习啊 他们那些HR说我有销售的潜力 我之前在一家健身房 然后做会计顾问 做会计顾问这份工作做了多久 我看工资待遇拿到6000家还不错 对做了三个月吧 不到三个月 应该是第一天吧 就是运气比较好 然后一下业绩啪的一下就冲上来了 第一天就卖了好多张是吗 对然后 怎么卖出去的 我的第一个客户他是一个外国人 就是一个外国家庭 然后我当时的那个主管 他觉得我有英语方面的优势吧 然后他就让我去接待了一下 把这个单签下来 这一家人买了多少张卡 一家人买了两张卡 两张年卡 然后那天运气特别的好 就是晚上我一个人在的时候 又签了好多张 就很意外 你这个游泳的特长 全国大学生运动会 天津游泳锦标赛 200米挖泳冠冠军 对 因为我从小就是游泳 游泳上面的比较 发展比较多吧 坚持这么多年游泳 有什么收获 坚持游泳的话 我觉得抑制品质 我要比其他的女孩子要坚强 因为我看起来 虽然是比较娇生惯养的 但其实我真的很有耐力 然后我觉得我战略战术 可能要比其他女生要强一些吧 我觉得我很喜欢排步 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提前安排 来听听徐瑞的意见 张同这个选手是 这五天当中说实话 让我情绪最复杂的一个选手 我一开始觉得他是充满着期待 因为他是所有选手当中 表现的一开始 最为淡定的一个选手 他一直以来 是游离于这个小团体之外 用一个特别平和的眼光 来看待着他们 其他小伙伴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此起彼伏 我对他其实是充满着期待 但是最后他的选择 让我非常非常的失望 张同跟大家讲讲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收获了什么 以及当时你是怎么考虑的 好不好 关于最后一天的问题 我想说 就是我个人 自己没有考虑的太多 我太相信之前那个小伙伴了 然后没想到 他们跟你说了什么 是谁呀 愿意说吗 谁说了什么 自豪 又是自豪 你自豪跟你说了什么 你们做了什么愿意 自豪他 其实就是跟我们说 说那个大家都去 一起去一个岗位 竞聘一下 然后只留下一个人 剩下四个人一起去玩嘛 然后显然就是我们几个人 情绪已经被他煽动 然后已经要造反了 然后就最后我也是听了他的话嘛 因为第一开始 我就是一门心思想去咖啡之意的 然后到最后 任自豪就跟我们说 说我们去通音珠宝吧 他们都想去通音珠宝 然后那你也去吧 然后到那之后 那个HR他就说 我好像跟那个品牌定位不太符合 然后没有突出下一代珍藏这个特点 所以他没有要我 然后我还在那傻傻的等着自豪说 我们我可以为了你放弃这个职位 咱们一起去玩吧 太傻了 章童你有没有之前在这边 有没有之前因为这种 比较轻信的这样的性格 吃过其他的亏 或者受过其他的这种心理上的伤害 没有 章童其实特别适合 其实是适合到财务这个工作的 相对来讲的就是比较诚信 其次就是他非常的 很稳 很淡定站在上面 很稳 其实这种是财务人员 我觉得销售也需要这样的气质 更需要 这样我们让张同往前推进 看一看面前12个企业 灭在短灯 这个企业你肯定不会去的 考虑一下 请讲 我选择通灵珠宝 通灵珠宝 好东京旁边休息 来 余下的是 考虑一下啊 请选择 这是什么理由啊 我可以讲一下 此处省略了一万字 待会再说 你没听到掌声吗 大家选完再说啊 我等着再听 对 好 老杨灭了灭了灯是吧 好 祝贺张同 还有石家企业留灯 接下来进入天生活有才 来 首先告诉你 告诉东京为什么灭他 让他死个明白 让我死个明白 可以 就是 可以 可以死 我觉得 为什么拒绝通灵珠宝 其实我希望 就是一视同仁吧 您家的HR很明确地告诉我说 我没有体现出来为下一代珍藏 我要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应聘者 他们根本就不会考虑 这是他们第一个要关注的问题 就是品牌有没有符合到 我其实我今天真的想找你 因为在天津我们有非常多的岗位 但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们 你回去拼你的HR吧 对 而且你可以成为我们的消费者 没有关系 不要恨他 他恨的不是你是自豪 自豪子 因为你自豪有点像 我有个问题关于销售的 就是说你刚才提到 你想去做销售 你卖卡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运气特别好 销售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进取型 一种防守型的 我觉得汇集卡这个还真挺适合你的 因为它是有需求的人到那去找 然后我给你解释 然后我把你 然后让你觉得听明白了 听舒服了 销售 电商 对 但是不是主动出击型的 因为你的性格 可能你要考虑考虑 你要真的是考虑去做销售的话 你选择这种类似 跟过去汇集顾问 这类似这种销售比较贴近的 做商 对 对做商可能会更适合你 我就想问了 就张同你排第一的 今天的意向是销售是吗 其实不是 就是还是想做管理培训生 不是 管理培训生 不是一个岗 即使你作为管理学生进入企业 未来你也要输出方向 你不能说进去以后 我左想想右想想 那企业怎么给你设计培训流程呢 排第一的话 可能市场推广 市场推广 第二呢 或者产品类的 然后第三就是销售吧 我觉得比较还可以吧 可能就是 还没有把它身上的那个量 那个突出来 就是没有出现 就是很多老板 就是去抢 抢他的这种状况 我本来平时在这个时候不说话 如果大家愿意 可以静着听我说完这段话 我可以说下我的看法 张同一上台就说 我要找一份 适合我性格的工作 但他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在于性格上的模糊 他比王金晶 更自我 却又没有记忆的干练 他比记忆更柔软 却又没有王金晶的单纯 记忆 可以为自己争 一争到底 王金晶可以不争 但可以让大家为他争个头破血流 而他呢 他可以为自己争 一开始是这样 当最后他不争 竟然把自己的命运 交给另外一个人的手里 他的性格上的模糊 是最难的定位 所以他想自己选择 管理培训生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他到底偏向于哪方面 这是我的分析 他有点想让大家 给他指条名路 这种感觉 你们觉得我适合干什么 就是做管理培训生 因为我了解到 是可以轮岗的 我想在轮岗的过程当中 慢慢的发现 我自己适合做什么 我喜欢做什么 其实你的会计基础 对于你做任何岗位 都是一个特好的帮助 我想问 你是不是不喜欢会计 喜欢你刚刚了解到的 简单的市场是 喜欢跟人打交道 有一点 胜过跟数据打交道 对 可以 请选择 好 如何当中 还有6GX的楼增 来 我们听听他们提供的 工作管理和递件 从这种开始 张总 尽管你 我不喜欢做财务 不喜欢做会计 但我还是想 试着还是希望 给你留会计方面的岗位 谭总 我个人还是觉得 以你目前的这个特长来讲的话 我们能给你的实习机会 也是基于在财务方面的 其实我犹豫半天啊 那个 你特别讨厌财务 但是我今天给你的 这个管理培训生的输出方向 还是财务 但我这个财务啊 是跟人打交道的 所以是我们集团的管理培训生 这么一岗位 卡布基为你准备的职业是两个 一个是加盟专员 另外一个是 ERP分析师 其实你特别适合做高端销售 而且是做上性质的 卡布基欢迎你 实习生这样的一个角色 给到你去寻找自己的职业方向 我们这里有一个六个月的 未来精英计划 就是我们可以有两个 三个月一次的轮岗 就是你可以先在市场部 去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市场 什么叫推广 什么做品牌 做广告 如果你在前面发现 自己在市场上面 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话 你后面是可以转过来 做财务这一块 是作为你自己的一个专业所长 OK 好 谢谢蔡总 好 张腾 这个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叫培训管理生 如你所愿 主要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市场方向和销售方向 那张腾 考虑一下走过去 面在其中四盏灯 请准备 我那么希望你做三盏灯 你还实力有的 说实话 他这个身高和体型啊 不像是游挖泳 他像是游自由泳 游洋泳 对 他本身个人会非常喜欢咖啡之意 刚才的表现的话 他可能会对那种 连屁毛 也有些 你看 他这个身高的一般都是游死有种养勇 我们请戴科宾 尹峰谈前不上感情 好了 用两位写好准备给张童的工资 接好了 请揭晓 尹峰请揭晓 好 我的这个加号上面画了好多光嘛 就说明这个的提成是非常非常诱人的 我之所以留灯 一个是说我看到你这个作为运动员 这个成绩还是不错 因为我知道做运动员还是很需要毅力和坚持的 所以我觉得你具备这样的一个品质 只是现在你还不知道你将来要什么 所以我觉得猎片网在这个整个未来精英计划里面 我们给六个月一个很好的培训这个方式 就是让大家找到自己方向 然后整个市场部就实际在我领导之下 还有什么要问的 没了 我可以做选择 选吧 15秒钟 猎片网或者是咖啡之意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准备 听说 我选乐平了 对吧 祝贺雷平好带课宾收获人才 祝贺张同求职礼品成功 谢谢 倒一下好吗 我以为你一定会按我的话 祝贺张同 祝贺